Hello 大家好,我是Wallace,我是Hali 今天這條影片我想說一下台灣一樣很特別的東西 亦是香港沒有的東西 而這件事其實有很多Youtuber都已經有說過 大家不知道是否猜到是什麼呢? 沒錯,就是發飄...發飄...對... 我想大家有看過其他Youtuber都有說過 但我也想說一下,因為想透過我自己的角度去說一下 讓大家知道 我已經準備好了... 不是保養品 而是拿開保養品這一層的...發票... 我由我來台灣到現在所存的發票全部都在這裡 再加上剛剛好前幾天,即11月25日 就是對發票的日子 因為我真的很想知道我存了這麼多 我究竟會中多少 所以我就想拍這條影片跟大家一起去對獎 也順便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你拿到一個發票要怎樣處理它 首先我會用一個APP去對這些發票 這個APP就是這個...發票架 那一打開這個介面就已經是一個相機的介面 我自己最近也有賣東西也有一些發票 所以就可以拿來做一個例子 就當我現在收到一個發票 在對發票之前 你要知道台灣有兩種發票 一種的發票就是這些有QR Code的發票 而另一種的發票就是這些傳統的發票 即是比較長的 這個都可以對的 那究竟怎樣對呢? 有一個QR Code就很簡單 就是把你的發票 然後對著你的手機 然後就對這個QR Code 那對到呢? 然後它就已經將你的整個發票 就放在你的手機裡面 那到時候你對獎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在手機對 這種長條型的發票間怎樣對呢? 大家看不看到上面這裡 有一串的英文 focus不到的這一串的英文 不是...不是英文數字 但是前面有兩個英文字母 看到嗎? 這個就是你發票的號碼 那究竟怎樣在APP上 將你的發票號碼做下去呢? 就是按這個鍵盤 那這個鍵盤之後就開始看到 就是傳統發票 傳統發票呢 那你就根據你發票上面的資料 我這個發票是10月30號的 那就選10月30號 選了10月30號 選了10月30號 之後它在英文角度 就輸入你前面的兩個英文字母 之後然後再輸入 它後面的那些資料 金額呢你就要看你自己 那時候你買了多少 而發票上面是顯示多少 那我這個就是125元 那商家名稱呢 你就要看發票上面的一個公司的名稱 那我這個就寫著 好佳小吃點 那你就輸入好佳小吃點 這樣就OK的了 之後按儲存 然後它就說消費輸入成功 那就OK的了 那就進入了這個發票的啦 那現在我就教了大家 怎樣去把你發票去對獎 不是對獎 輸入到APP上 那現在究竟要怎樣對獎呢 我都很緊張 終於可以去對獎了 就是你去回你的消費清單 之後由左上角就會有一個對獎 之後按對獎 究竟會中... 中不中呢 這麼久的... 我心情... 已經很緊張了 我是沒有中獎的 好傷心啊... 它這裡是有顯示著... 9月至10月 我有100張的發票 但是... 沒有中獎的 但是為什麼... 那些人會告訴我是很容易中的呢? 那我儲了一堆的廢紙是做什麼的... 沒有用啊 這些廢紙要拿來扔了 就是這樣了 之後我在這裡也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台灣這邊的中獎 就好像綠合彩一樣 因為它是有分特別獎 然後特獎、頭獎到六獎 那究竟... 每一個獎品是... 可以拿到多少錢呢? 如果你真的中了的話 那特別獎呢 就是1000萬台幣 特獎就是200萬台幣 之後到頭獎就是20萬台幣 二獎就是40萬台幣 三獎就是1萬台幣 四獎就是4000台幣 五獎就是1000台幣 到六獎呢 最小的就是200台幣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儲一下發票 可能你... 如果幸運的話 100張裡面可能會有一張是200元 或者是1000元 兩百元也好 兩百元也好 兩百元也可以下去吃東西 對不對? 可惜我連兩百元也沒有 垃圾桶 好傷心啊 現在這些全部變廢紙了 我儲了這麼久 好啦 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那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就給個like我啦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呢 就記得訂閱啦 之後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和Facebook啦 好啦 就這樣啦 拜拜